这个是来自黄金小学的二年级学生 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黄金小学数学界的凤浩斗罗 我满级数学天才 我叫李满级 我是来挑战怪小豆 挑战我 同学 你为什么要挑战怪小豆啊 因为每次凹数比赛 他都是第一 我是第二 同学们都说我是千年老 我不服 我要打败一次怪小豆 我相信我比怪小豆更厉害 原来是这样呀 怪小豆 你接受挑战吗 这都打上门了 不接受也不行呀 好 怪小豆对战李满级 每个人先拿出三道题来考对方 谁对的多 谁就赢了 好不好 好 怪小豆加油 怪小豆加油 打败李满级 让他满级变形机 从此再反出题 李满级加油 李满级加油 打败怪小豆 天下最无敌 我才是第一 你是挑战者 你来出题吧 好 听好了 我出的是自为发散题 六个鸡蛋 打碎了两个 煮了两个 吃了两个 还剩几个 你出这么简单的题 是想绕着我吗 当然是 还剩四个 打碎的 煮了的 吃了的 都是那两个鸡蛋 所以还剩四个鸡蛋 好吧 正确 那我也出一个 自为发散题 有一片草地 一头牛半年可以吃 一半草地 问 要把草地上的草 全部都吃光 需要几年 你也是让着我的吗 这么简单 他永远不会把草吃光 对 草会不断生长 对了 问 乐器商店 新进了九把小提琴 一共花了3600元 售价合理的是 A 498元每把 B 400元每把 C 498把每元 你真的是撞到枪口上了 我可是开了好几个集团公司的人 怎么可能不会做生意呢 肯定不能净价卖呀 肯定要加一点利润呀 答案是A 498元每把 好吧 对了 我再来一个思维发散题 小明的爸爸 一分钟可以剪五只自己的指甲 那他五分钟 可以剪好几只自己的指甲 这个简单 他只有十个指甲 再多时间 也只能剪十个指甲 所以答案是 十个 思路是对的 不过你忘了 他还有脚指甲呢 对 我把脚指甲给忘了 这双指甲都是 我睡觉的时候 妈妈给我剪的 我都没印象呀 你这么大了 还不会剪指甲呀 该你出题了 我要出难题了 这道题 选一个答案 放到问号的格子里 哪个是正确的 这道题也简单 找规律就好了 从上面 横着竖着四个格子 加起来都是十个钥匙 所以问号的格子里是 B 两个钥匙 这都对了 好吧 买我了 问 小明身上有一百元 去商店买了 三十五元的东西 能找回多少钱 啊 这是看我输了 让着我呢吗 这么简单的题 一百元 减三十五 还剩六十五元 找回六十五元 这道题 最少要列四个钥匙 四个钥匙 你在逗我呢吗 这么简单的题 怎么需要四个钥匙呢 我想不出来 根本就没有四个钥匙 告诉你吧 小明口袋里 可能不是一张一百元 啊 我知道了 忘了这茬了 这还是思维发散题啊 所以 假如是一个一百的 就是一百减三十五 等于六十五元 假如是两个五十的 就是五十减三十五 等于十五元 假如是五个二十的 就是四十减三十五 等于五元 假如小明刚好有三十五元零钱 那就是 三十五减三十五 等于零元 我已经知道了 这些数学题 一会是发散性思维 一会是标准答案 我都懵了 好了 比赛结果出来了 怪小豆答对三道题 李满吉答对一道题 这次李满吉挑战怪小豆失败 别会信 欢迎下次再来挑战哟 没关系 待我闭关一个月 定能抄你 不过 听说你语文很差 下次来挑战你语文 不要呀 不要呀 最后 考小伙伴们一道题 四什么 加九什么 等于一什么